第206课,复习6,第6部分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你们都拥有非常美妙及特定的天赋 有些人是歌手,有些人是作家,有些人是好家长 有些人是了不起的运动员,有些人是发明家或科学家 你们都有特定的是召唤着你们,有些人可能被几件事召唤着 没有哪一种特定模式比较好,或只有某一项才是好的 你们全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 一旦你在这个社会接受更多教育,并把精力都投注在工作赚钱上 那些热情就会消退很多,成为一段遥远的记忆 现在是你在地球这趟进化旅程中重拾热情的时候了 须知,这些热情是被蓄意拿走的 你会发现,在你们的学校体系中,没有多少时间做舞蹈 唱歌,绘画,骑马,及这类的活动 虽然运动确实受到鼓励,却是借由特定的竞争方式 专注在被运动队伍选上能赚很多钱 这当中存在着一种扭曲,它对你是不利的 对于已经舍弃自己热情的人,我们希望你重拾这部分 我们希望你回想自己年轻时,那时的你知道自己喜爱绘画,奔跑或舞蹈 请再次去做哪些事 虽然你可能真的有点年纪了,可能身材走样了 但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尝试这一切 即使你无法站起来,但年轻时喜欢舞蹈 你可以放点音乐,动一动上半身 你可以站在椅子旁以便支撑自己,然后动一动身体 你的身体会回应的,因为你正在对你的灵魂说话 你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部分说话 这部分的你来到此地是为了展现自己,发挥创造力并扩展自己 这就是爱,所行之事 爱以很多方式来展现 其中一种就是对生命的热情,以及自己独有的特定天赋和兴趣 请勿想着做这件事可以赚到钱 请勿想着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可以销售 请勿想着自己的身材不再适合发挥舞蹈的热情 你只需开始想象 如果没有其他事可以想,不妨想象自己再次做那些你热爱的事 如此一来,你便会感觉到一次次活力回到自己身上 你会感觉到一点热情流进身体,感觉到自己变年轻了一些 正是那份热情,爱,自我展现和自由,促使生命力流进你的身体 你是带着生命力来到此地的 你可以在小孩身上看到生命力 他们欢笑,嬉戏,彼此搔痒,尽情享受美好的时光,单纯地做自己 然而,这个生命力被一些不在乎你灵性进化的种种计划 已有系统,缓慢且必然的方式去除掉了 请勿低估身体的活动及创造性活动在这趟心灵之旅中拥有的力量 请勿只是做学术探讨,而是去亲身体验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